黑烟直从天际拉近一看 活势还不断窜出 这是在俄罗斯边境的比尔哥罗德遭到空袭 却传出疑似是俄军雾头炸弹攻击自家人 因为有外媒揭露俄罗斯雾炸边境自家城市不止一次 光是这个月已经有5枚俄军的空头炸弹 4月更有高达93起雾炸事件 也有报道整理出5月份就有多起疑似俄军空头炸弹雾炸 英国情报先前就曾分析 频繁误诈事件可能是训练不足或人员疲劳 凸显俄军潜在问题 同时乌军近期也对比尔哥罗德发动大规模攻击 试图切断俄军后方补给线 为哈尔科夫战况带来转机 乌克兰防空作战发危急落一架俄军侦察机 官方公布俄军防空武器战损每天增加 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但法国媒体报道 乌克兰每月发射10到15万架自杀无人机 其中只有10%到20的命中率 原因可能是操作失误 硬体故障 敌方干扰 以及操作员跟无人机的距离太远 给全力升级无人机战力的乌军一道警讯 尽管俄军在哈尔科夫攻势停顿 14号俄军又连夜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 包含乌克兰东部跟西部多个城市受到袭击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近日在德国国会喊话 将按照对乌克兰和欧洲有利的条件 结束这场战争 不会将战争传给下一代 记得旅游起整理报道